生活不够听需要快乐圆圈,送一份红毯上的欢乐,第一个想说的就是聂远,见到这位实力派演员再次翻红,真是喜大普奔,聂远参加某活动在红毯上的问答环节,突然说着说着,就手舞足道起来,主持人在旁边调侃,皇上也是人,皇上也需要打仓人。 聂远后来在微博上解释说,没有工具,只能上手,演发网友们喜闻乐见的热议,迅速登上了热搜榜第一名,生活中的聂远亲切力十足,演技精湛,平时还这么可爱,真的很圈本,好了,回归争取,除了聂远在红毯上的包校举动,其实还有挺多,比如雷佳音和佟丽亚一起主演电影《超时空》同剧, 两人就一起出席了某活动,走红毯的时候,雷佳音一双大长腿走得飞起,鸭鸭只好提着裙子,踩着高跟鞋快速跟上,之后的拍照环节,童丽亚美美的坐在中间,伸出些咸鱼手给旁边两人脱发,多美啊! 结果雷佳音在往他手上涂口水,虽然两人在微博上经常互对,但是真朋友无疑了,只有这样的朋友才敢如此 故事为了,娱乐圈里还有一对真朋友,一起走红毯就像说相声,也是十分好玩,那就是杨子和张艺山,到冬天走红毯, 主持人问穿着陆天仙女群的杨子,冷不冷,张艺山抢答,他穿着毛裤来的,结果被杨子一顿烫瘦,说张艺山你是不是放屁了,杨子还模仿张艺山饰演的默想那笔心,两人在一起救护队,一遇,到对方的兴趣开播,礼貌就转达宣传,一个愿意为他背叛全世界,一个是他为最珍贵的朋友,这对火宝, 无论在哪里都是快乐源泉,胖虎,很多人都认识,是一辆千喜的助理,一路陪伴他从小孩子长生高高帅帅的大男孩,千喜帅气走红毯的时候,胖虎就身后匍匐前进,紧跟其后,看上去十分好笑,但这种陪伴却让人爱心和动容,潘岳明也是最近一年爆红的中年男演员, 他平时上综艺节目,都显得十分谦虚,尤其是作丝可以说是相当乖巧了,没想到有次走红毯,却合适临时互动,欢乐活泼起来,这样的潘岳明真少见,建议以后可以多多在红毯上生动起来,说到红毯,各种事物常有发生,比如帅到走光等等, 这里面真真假假,让网友常常分辨不清,但周冬雨这个肯定是真实失误,那时他刚进入娱乐圈,还没有找到自己的时尚定位,穿着一双黑色高跟鞋,走着走着,鞋子就不见了,直接被踢飞到了地上,当时的表情也是十分搞怪,一看就是很少穿高跟鞋的妹子, 如今的周冬雨已经跌身于时尚圈了,走红毯,也是驾轻就熟,有次因为裙子太长,拍照的时候,为了好看,裙摆要放在后面,身边的导演和李一峰,正要帮起提裙摆,他豪气的一甩,相当有饭,好了,看了这么多红毯上的快乐圆圈,希望这些能给你的生活带来一丝丝甜,原创文章,紧直转载,图片栏,原网络, 谢谢